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 過去兩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是採用線上辦理 今年恢復實體 今天開始一年兩天在高雄舉行 有效長就反映 疫情爆發以來 線上學習是蓬勃發展 老師們已經跨越了 遠距交水的基本門檻了 不過後疫情時代 老師必須要更加關注 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個別差異 否則可能會讓強者越強 弱者越弱 脫下口罩大合影 二十二縣市的教育局處長 相隔兩年在高雄市 與教育部辦理實體會議 首日聚焦數位學習 邀來多位老師分享 台中市翁子國小教務主任 楊宗榮說 現在的國小課堂 有大螢幕 有WiFi 深深用平板 數位教學導入各領域 學習更多元 生活史的圖案 我們可以看到幼蟲 小朋友很常很少看到 甚至也不敢摸 但是他現在可以觀察到 然後可以靠近換不同的角度 世衛科技給孩子不小成就感 弱勢孩子因科技工具導入 學習興趣提升 高雄市中山國中以自身為例 世衛學習結合學習輔助 成校教傳統教學明顯 台北市成功高中校長孫明峰說 疫情持續兩年多來 老師們已跨過遠距教學基本門檻 但線上學習不是只把黑板內容 直接複製到螢幕上 新冠疫情加速臺灣二十年教學科技的革命將中小學十九萬名教師 242萬名學生推到雲端前 孫明峰認為後疫情的教育現場 得去關注學習成效與學生個別差異 否則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記者曉慧 沈志明高雄報導